这个走路摇摇晃晃的女人 租一天竟然只要一千块 这种感觉 行吗 但男人觉得这该不够刺激 直接女人脱下外套 直接怼在桌上 男人强装镇定 要不是试一下冷烟行的吧 但这也难不到美女 她随手就挑起一根烟 小火一点 眼神瞬间霸气高冷 你看 这么 够吗 够够够 不然就是这样的老司机 收费还很便宜 一天一千 画到翻 男人当场拍板 这个老婆她要定了 而这个女人名字还叫艾莉 巧合 绝对是巧合 那男人为什么要面试一个老婆呢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男人叫小包 混了十几年 好不容易混到公司中层 但最近却被女友戴了顶环保帽子 形象瞬间倒塌不说 还被女友当众鼠弄 小包丢不起这人 主动要求叫去哈尔滨分公司 但临走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来 这些年光在公司送出去的红包 少说也得有个三四十万 张总七十岁高粮惨子 这一旦掉去哈尔滨 跟大家相隔三千多公里 要想收回红包钱 真是想都别想 于是好兄弟大瑞给小包出了个主意 在去哈尔滨之前 先搞一个假结婚 这样不就能把红包钱 通通给收回来了吗 而前女友找了个高富帅 小包当然也要找个白富美 才咽得下这口气 于是就直接找了个美女演员 但人家好歹是专业的 怎么可能跟你演一场闹剧 于是小包就以拍电影的名义 让爱丽过来掀视镜 在公司的欢送会上 看见这么多的群众演员 爱丽也吓了一跳 接着就轮到爱丽表演了 她穿着旗袍 这几步录硬是走出了精灵十三拆的感觉 最狠的是她眼神十分挑衅 直勾勾就盯着小包的前女友 气得对方把牙都快咬碎了 这一戏演得不禁让人夸一句 牛 这一口恶气 小包出的那叫一个得劲 但爽归爽 收红包才是最要紧的事 为了这红包 小包简直毫无底线 怎样才能祭福办婚礼 又能把红包给拿到 看看这对兄弟的骚操作 两人一唱一刻 简直亮瞎了眼 都做到这份上了 同事们也不好意思不掏钱 但上次兵哥觉得还可以挣扎一下 刚一说完 一罗筐红包就怼了上来 好巧啊 然而女同事接了话 可我没带现金呀 我带了呀 五万现金说拿就拿 没办法 这下只能排着队老老实实把红包送上 而婚礼的影子都见不着 白白就拿了八万块红包 这把小包给乐坏了 现在只要随便找个借口说电影计划泡汤 再让艾莉回去 一切就大功告成了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 兵哥突然来了电话 说有人举报小包用假未婚妻骗红包 用脚趾都能想到 肯定是前女友搞的鬼 兵哥说什么也要小包在去哈尔滨之前 把婚礼当场办下来 这下有好戏看了 举办假婚礼不仅要骗同事 还得骗自己这个假老婆 而刚到手的八万块 在办婚礼酒席面前 简直九牛一毛 于是小包决定 一不做二不休 既然要办婚礼 那就把所有亲朋好友 接放邻居一个不落的全部请来 将分子钱收一个够本 但光举办婚礼的钱也不少啊 怎么办 果然还得是大瑞有招 毕竟是王多瑜曾经的爱将 他以拍电影的名义 骗来了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全套服务 连饭菜酒水的费用都全免了 婚礼的大头解决了 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演员的招募 最离谱的还是这个爸爸 刘能不演乡村爱情 跑来演电影了 接着为了让演戏更加逼真 小包甚至把自己亲生父母都请来了 当然也是以拍电影的名义糊弄来的 就当大家都以为万无一失的时候 另一边小包的前女友用手机一搜 发现了小包所谓的未婚妻 竟然是一名演员 这小子果然是用假结婚来骗红包 报仇的时候到了 为了破坏这场婚礼 他暗中找来了爱丽的亲生父母 这下婚礼要露馅了 这个男人一天挣了二十万 想知道怎么搞的吗 他办了一个假婚礼 轻轻松松 二十万红包就落到口袋 但就在婚礼开始前 假新男爱丽的亲生父母 竟然找上了门 原来新郎小包的前女友 识破了这场婚礼的阴谋 人就是他特意找来砸场子的 接下来的婚礼 简直变成了一场叠中叠 小包赶在前女友出现前 及时把老人家藏了起来 然后又以拍电影的理由 骗过了他们 还直接将他们忽悠近的婚礼 用真的父母去扮演爱丽的父母 而原本的两个演员呢 则被前女友误以为是 爱丽的亲生父母 硬是被拉去了现场当人证 结果就尴尬了 前女友这才知道自己被耍了 明明知道这是骗局 无奈却没有证据 前女友也只能耍赖发飙 最后被强行拖了下去 危机暂时解除 小包也捏了一把冷汗 最后在掌声中 这场婚礼才算圆满完成 这部电影叫《大红包》 主题非常接地气 主要讽刺了当今社会上 各种红包乱象 名义上是半酒席请客 实际上是暗地敛财 相信有很多人都曾经深受其害 而电影后面的剧情 前哥也还没有讲完 大概是这样的 虽然婚礼是顺利办了下来 但前女友为了揭穿她 结果却让自己出镜了阳相 后来还因此被公司开除了 虽然欠到了钱 但小包时刻都承受着良心的拷问 最后还是把红包退了回去 并当众承认了错误 而至于她为什么要骗钱 其中也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来解释她的动机 这部《大红包》 在过年前那会儿 在电影院上映 最近也终于登录了 网络视频平台 在手机上就可以看了 感兴趣的朋友 赶快去了解一下吧